嗨,大家好,我是喵喵Q 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间大约落在七点到八点 有时候也不一定,反正饿了就会醒 不管当天是否出门,我一律不穿衣服 想让自己维持在一个自在的状态 长得可爱就是我的打扮 我没有在使用保养品,也没有在化妆 我的衣柜里面根本就没有衣服 大大减少了我的选择性障碍 因此准备出门只需要五秒钟的时间 我的笔记本有一本,就是电脑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键盘上表示 I want to eat, I want to eat, I want to eat 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 完成以上所有事情后,我会去吃早餐 我的每餐不是饲料就是罐头 一餐大约落在二十到三十块 省下了其他不必要的高热量甜食的开销 我平常只喝水,寒糖的饮料一律不碰 毕生从来没喝过奶茶 因为我天生他妈的有乳糖不耐症 平常的饮食大多主人打理 每餐一定要有肉、肉、对、还是肉 好几个小时的妆可爱工作结束后 回家不洗澡 我的洗线用品只有一罐 就是猫咪末日乳 没有其他的洗面乳或肥皂 而这一罐我用了四年 因为我两年才洗一次澡 而且我超级讨厌洗澡 之后再不急不许的准备吃饭 吃饭时不滑手机不看影片 当下的任务就是专心吃饭 狼吞虎咽 吃饱饭后继续着手我的事业 有在床上装可爱 在桌子上装可爱 跟躺在地上装可爱等等 很多很多 当然自律之旅的休闲娱乐也不可少 下班时某些时间打打球 吊吊鱼 不放放松 九点半时我的生理时钟 会再度想起提醒自己要睡了 每天睡觉时间大约需要十二到十六个小时 睡前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刷一下存在感 就是维持我简单 就是幸福的生活小秘诀 对于前阵子娜娜Q的事件啊 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太攻击她啦 她拍的影片就算自己没有做到 但毕竟影片的本质还是给人正能量啊 或许有些人就是看了她的影片变得自律 这其实都好过很多会带坏人的影片内容了 像是推广一些不适合迷俗疗法 会让人伤身 或者是做一些屁孩的示范 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把一个人的作品跟她做连接 像是觉得周星词 私底下一定也是很搞笑的人之类的 但没笔 她只是想要表达给观众看而演出来的啊 好的 感谢各位耐心的听完我的碎碎念时间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下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